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交易人生 我是高维旭 老熊前日交易大涨746点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 目前上涨190点附近 加均指数在9575点 看懂行情路况在谈操作 在谈操作 看懂行情路况 操作都是有问题的 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涨 请提示你要1月3号开始 1月3号 1月4号满 才跟你有关系 这非常重要 这非常重要 行情路况我先解释行情路况 行情路况不会因为今天大涨 而改变方向还是往下 只是下跌幅度缩小 有限之后会做一个整理形态 好 你不会是今天 今天大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今天是1月3号买进 开始布局多单 1月4号开始布局多单 今天的大涨才会跟你有关系 因为今天很多股票 基本上都是开高走高 包含的被动元件 细晶元 典雅5G的 还有传统产业股的台泥 亚泥 纺织族群的如虹 全部都呈现一个往上表态的一个态势 可是 如果你没有在上礼拜五礼拜四 开始经常做一个多单布局的时候 今天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 市场上的赢家 不是在乎多头或是反弹 赚多少钱 长期的赢家绝对不是在乎 在多头行情可以赚多少钱 而是在一个反转的时候 你可以输多少 少输多少 避开多少风险才是重点 才是重点 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上下涨跌幅 变成上面10%下面10% 如果你没有避开连去两根跌停板的时候 20%基本上你就在追亏损了 投资朋友要厘清楚这个很现实的东西 所以 12月20号清空股票 下来你才有机会 去买才有钱去买 这两天你才有钱去买 你20号没有清空股票 很多股票 包含国具它是破敌的 你根本就没有钱再加码了 所以操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赢家是要先看说 我能避开多少风险 再谈机会 但是大多数人是想什么 多头行情的时候 我是觉得一定要涨 一定要涨 一定要赚 每个都是一大赢家 可是投资朋友 股市的多空循环 真正赢家真的是少数人 是在多的时候 我不跟你比获利 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是发现 如果转折要避风险的时候 我可以避开几次 才是重点 你能避开几次 你就是市场上以后的大赢家 你可以把你的获利保留在手上 不是这样吗 大多数人在多的时候 告诉你三成五成 很简单 一倍 两倍 三倍 赚到很多 然后呢 可是呢 没有避开风险 一次没有避开风险 两次没有避开风险 三次没有避开风险 你不是获利回徒 不是只有获利回徒 你还是大亏 变成大亏 2018年行情已经很难做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2019年更难做 你靠来分析节目 你都很清楚 我都是想在前面 对错我不敢说 我一定对 可是市场上会决定我的对错 至少在2018年 我是卖点 我都有跟投资朋友 预先的做一个说明 与报告 你能避开多少风险 跌下来反弹 甚至今年2019年 我说今年是一个 大多头年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跟人家参与 不然你根本就参与不到 投资朋友 7月25号 留意未知的风险 400点 你能避开多少 就算多少 8月30号短线建高点 你能避开500点 避开多少算多少 10月26号行情路况建高点 这一段 从来没有请投资朋友 去接股票过 一段避开1200点 你能避多少 就是多少 10月19号反弹将结束 这段480跌 你能避多少 就是多少 12月20号行情路况往下 在这里 230点 基本的 为什么 因为后来是破到9400点 跌破之前的低点 9400点 最差来到9319 投资朋友 1月3号 我带会员去进场 去开始偏多布局股票 在1月4号礼拜五 大家又在哀鸿骗你的时候 我一样维持看法 前面卖掉的钱 你可以开始进场去偏多操作了 关键时间的操作点 我都给您报告了 我都给您报告了 我不是因为今天涨才告诉你 涨的时候要去追价 没有 我是告诉前面两天我就告诉你了 尤其是市场又很悲观 破了9400点 又有多少人请你去追空股票 卖股票的时候 我是这个时候请你去买股票的 请你去买股票的 我是这个时候请你去卖股票的 我是这个时候请你去卖股票的 这个时候请你去卖股票 这时候请你去卖股票 这时候请你去卖股票 这时候请你去卖股票的人 我讲话一定要有证据 不然我不会在这个节目上 给您报告 7月25号也没有请你 有意强中直辩 后来发生土耳其金融风暴 第二个卖点 8月30号将拉回 9月26号短线建高点 11月19号反弹将结束 12月20号最近的行情路况往下 破了9400点 也没有预告在前面 但你懂得避开风险 你再去谈你可不可以成为 常态型的市场上的交易的霸主 如果你都不能避开风险 而且又拿不出证据 你一辈子都会面临一个状况 交易对你来说是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你偏偏又要做交易 看得懂行情路况我们再讨论你能赚多少钱 能避开多少风险再讨论你能没有子弹 你能没有资格跟他谈可以赚多少钱 我请我的会员避开风险之后 9月底10月初开始进场布局股票 我说股票不用很多档 两档三档就够了 有赚有赚有赚 9月13号我们卖掉了赚钱的福贸 有赚有赚啊 金像电我们重压的赚四笔 这就是完整的操作 投资朋友你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情 操作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2019年你没有看好行情路况 你找不到会看行情路况的人 你跟着他 你会更难操作 投资朋友大多数人必须输啊 输在哪里 输在想买低卖高 永远不考虑何以的交易动作 永远在同温层里面去追逐 身边という城境 确实一定会重严 9千319点破9千4百打1天 那天有多少人告诉你 停船出廠 防守放空 今天完全被嗨了 大家就是没想到 我说股票市场有可能性 重点是你要找一个人 可以预先告诉你 行情路况要怎么走 扎扎实实的 该币风险我们币风险 我们避风险 该进场我们进场 这样你才不会成为大多数人 知道行情路况 你才懂得进退 投资朋友 这两天跌下来需不需要交易的勇气 投资朋友1月3号跌下来 1月4号跌下来 你需不需要交易的勇气 所以条件到了 我们进场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进场是无所畏惧的 有人说什么股票 会不会跟你事先报告 有跟你做一个说明 有啊 我拿跟投资朋友报告 时间关系我们快速流量 四季钢就有波段的上涨条件 焊迅有波段上涨的条件 上药有波段上涨的条件 如虹有波段上涨的条件 台大电如虹全部都今天都表态 其他部分还没表态 重点来自于 你们能带你去进场去做一个布局 很多股票都会往上去做一个表态 重点是 什么时候最后的交易动作 才是重点 包含什么 低价股 中价股 高价股 都会做一个轮动 都会做一个轮动 想要掌握机会的 台电话跟我现在注意 做联络 我是高维旭 祝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